这个木头不是国标红木 但是名字和材质都极度接近红木 它就是红花梨 红花梨的学名为非洲紫坦 英文名称为PADOK 是非洲常见的商品材 红花梨分布广泛 多从加棚、卡麦隆、钢果、吃到吉内亚等地出口 它的新材具有非常独特的橙红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暗至红褐色或紫褐色 一般来说产自钢果的颜色最为均匀 而某些产地则略带白色的色斑 边材橙黄白色 宽约5到8厘米 新边材非常明显 红花梨在新鲜聚切时有淡淡的香味 木材聚光泽 重量、硬度、强度和干缩性能都是中 细干密度0.67到0.82 加工性能良好 新材几乎很稍有缺陷 而且非常耐辅 还能抵抗白蚁和其他昆虫的侵害 出色的稳定耐用性和独特的颜色 使它成为非常热门流行的硬物 多用于高档家具 园林古剑 石木大板 桥梁和造船等 哦 杀木大板